SBS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 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一份新报告称 私人市场无法解决澳大利亚的住房危机 该报告敦促联邦政府投入更多资金建设社会住房 在前工党参议员卡梅伦 和悉尼大学建筑设计与规划学院教授古兰领导的调查之后 澳大利亚住房危机人民委员会于周三发布了新报告 该报告称 1528名澳大利亚人提供了证词 其中包括公共、社区和私人住房市场的798名住户 517名房主 102名无稳定收入者 110名属于其他住房类型的人 约58%的受访者将家庭收入的30%以上 用于住房支出 但报告称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租金不应该超过家庭预算的30% 以避免财务压力和艰难的选择 为了应对住房成本 52%的受访者减少了能源使用 近1%的人向食品银行或慈善机构寻求支持 约1%的人拖欠租金或抵押贷款 住房危机的两个主要影响包括无法获得负担得起的合适住房 其次是物价可归 90%的相关组织表示 住房危机导致其客户精神压力过大或身体健康欠佳 57%的相关组织表示 客户放弃了食物、药物或其他基本服务 该报告还批评了私人市场解决住房危机的能力 称人们过于寄希望于此 报告表示 政府需要大力投资社会住房 它将政府的澳大利亚住房未来基金 称为值得欢迎的第一步 但认为这并不足以解决危机 报告认为政府应该在20年内建造75万所社会住房 旨在用增加和持续的投资计划来结束社会住房的短缺 周二 议会图书馆发布了一项由绿党委托进行的分析发现 教师、护士和儿童保育人员 需要花费十多年积蓄才能买房 该分析发现 一名年收入6.13万澳元的单身儿童保育员 需要花31年时间才能攒其首付 报告希望州和地方政府可以增加社会住房存量 在10年内降低资本利得税折扣 推进各地区租金改革 以及将工作年龄津贴的比率提高到贫困线以上 了解澳洲 融入澳洲 欢迎登陆sbs.com.eu 前卸杠Language 前卸杠Mandarine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 福利安 大利亚新闻和资讯